再给我来一弹 桃花酿 师傅你又偷酒吃了 这不是我的小名儿吗 来得正好 师傅今儿高兴啊 把我画本子打开 给我念一段 师傅你喝多了 小条皮 我没喝多 我要听那个 人呢 小名儿 我要听快川之反派又黑话了 人家就要听吗 第八百六十六集 你妈呀 看来南巡是以为自己一辈子都要生活在这了 不是啊亲爱的不要忘了咱们的正事啊 咱们不是来过小日子的咱们是来攻略大boss的咱们的目标是星辰大海 是反派大boss身上的功德值啊 还有还有你不是了无牵挂 就算你妈现在活得很滋润 她怎么不能忘了你蛋的儿子啊 一个月后大boss就会出现在情山了 千万要守大boss为徒啊千万啊 但是小八想着想着就哭了 原世界白莲仙子根本没有收徒因为白莲仙子那个时候被他心仪的男兄退昏了 心情很糟糕 根本就没有出现在拜师大典上 现在就算南巡出现在拜师大典上没有我的提示 你怎么能辨认出小娃娃时期的大boss然后收集为独呢 英英英好难过 雪鸣 雪鸣 雪鸣大大 我恨你 等等 跟来的雪鸣大大去哪了 莫非 不是吧 难道雪鸣大大这次又要变成这个世界的反派大boss 小八一想到这个可能顿便生无可恋恋 秦山亦是大殿 掌门和各大长老汇聚一堂正与此处待客 殿中一白衣男子长身而立气宇轩昂先锋道骨 男子一一问候过后提及了这次的来意 白衣仙子痴心见道晚辈不敢叨扰此番前来是为了十年前师父与掌门的一句戏言白衣仙子乃圆英大能晚辈区区经丹气修士实在不敢高攀 掌门引证道隐隐有些不悦 此事你若不同意 十年前就该拒绝 如今修真戒 谁不知我青山白连仙子与你即将缔结为道理 我和你师父连日子都定好了 就在三个月后 白衣男子面色淡漠 眼中隐有愧色 此事确实是晚辈不是 十年前我心无所属 是与在师父面前应下此事 但后来 也不知他想起什么 眼中的愧色被一抹暖意代替 那暖意一闪而逝 我愿意向白连仙子赔礼道歉 一长老低贺道 陆诗涵 你明知落水 心悦于你 你竟敢 你是想他成为整个修真界的笑话不成 晚辈会向众人解释 是我配不上白连仙子 事已解除了当年地劫道理之约 为表歉意 晚辈愿意送千年罗碧草一珠 千年六瓣雪莲一珠 雇元丹一瓶 等白衣男子陆诗涵离开之后 义士大殿中的气压还有些低 掌门叹了一声 罢了 强扭得挂不甜 只是落水那孩子 哼 取消也好 我本就不喜欢昆云的修士 那个个都是眼高手低的 他陆诗涵虽然是个天才 但如此言而无信的天才 在以后修仙的大道上定走不长远 听到天才二字 掌门和诸位长老都无话可说 这陆诗涵入门晚 许多有灵根的人都是六七岁或者十岁出头被各门派长老选入门中 这陆诗涵却是年纪二十岁才入了昆云派 但此人短短半年练气筑基 一年避古 不到五年便结成金丹 之后更是用短短十年进入金丹后期 近年随时都可能结婴 若成功结婴便会成为不到四十岁的原婴大能 想落水天资斐然 却是七岁进入秦山 花费十年进入金丹期 成为了有史以来最年轻的金丹修士 后来 步入原婴期也只用了十九年 再用二十年进入原婴后期 五十六岁的原婴后期大能 放在整个修真界都是数一数二的 可惜 之后一百年 落水的修为一直停滞在原婴后期没能突破 不过修道本就是如此 越到后面越难 且命数多变 但即便是一百多岁的原婴修士 那也是极其了不起的 落水依旧是秦山资质数一数二的修士 掌门 将陆士涵留下的储物袋递给身旁长老 师弟 你去同落水说吧 那长老接过储物袋摇摇头 落水心高气傲 怕是不会接受陆士涵用来道歉的东西的 不过这小子为了退掉这道旅之约 倒是也舍得 这储物袋里啊 都是些好东西 南巡感受到有人进入青竹峰 双眼刷一下睁开 落水有很强的领地意识 而且喜静 秦山上下都知道他性子高冷 是以没有要事的话并不会踏入 南巡快速整理了一下自己的仪容 确定跟平时一样 然后才飞出了洞府 长长老 南巡 学着落水冷淡的语气对来人道 长长老 思存着道 落水啊 三个月后啊 本来是定好 要举行你和昆云陆士涵的道旅圣典 但是呢 南巡神色淡淡的看着他 等着他接下来的话 落水记忆里的人物很简单 自七岁拜入秦山开始 一直都在修炼修炼修炼 闭关闭关闭关 能认清楚秦山这几位主要的长老 已经很不错了 他虽然活了一百多年 却未曾尝试过情滋味 这陆士涵便是他一次外出历练 结实的难修 此人救了他一命 让他百年来死水一般的心有了波动 在一次掌门玩笑般地问他 可要找道旅时 落水突然来了一句 昆云陆士涵便不错 那个时候 向来镇定的掌门 都诧异地张大了嘴巴 自那日后 秦山白连仙子 钟情昆云陆士涵的消息 不静而走 人人都道 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 倒不是陆士涵长得不好 相反 他气度不凡 英俊不已 只是那个时候 陆士涵还未结单 直到没多久后 他成功进入了金丹期 成为史上用时最短 进入金丹的修士 那些声音才慢慢不见了 谁也没想到 今日陆士涵 拜会秦山是来毁约的 成长老叹了一声 陆士涵 今日来秦山了 南巡目光一动 微微挑眉 然后呢 他想取消 当年缔结道理的约定 那便取消吧 我今日正好悟到 悟到关键处 实在没心思缔结道理 成长老之所以被掌门选中 走青竹风这一趟 是因为他最擅长当何事佬 这张嘴能言善道 好的能被他说成坏的 坏的也能被他说成好的 他已经想好了数套说辞的长长老 此时一脸懵逼 不都说洛水终情于陆士涵吗 怎么这么坦定 他是个人精 能看出洛水并非强装镇定 是真不在意 洛水啊 你 你不在意 长长老 有有些不信 师父 你会嫌我笨吗 啊 我的小明儿可是最最聪颖的 为师怎么会嫌弃你呢 师父莫不是在骗我吧 哼 小坏蛋 师父什么时候骗过你了 那师父答应我 永远不能骗我 答应你答应你 日后我若是骗你 我就是小猪小狗 好了好了 今天的快创还没听完呢 小明儿快随为师继续去听 中文猪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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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